比赤字幕的力量好吗 赞回来加油 台船做事的外当中 第一次在罗川的旁边 穿千七色外团时 民进党两位候选人中美国 虽然最好输去 但是第四次参加选举的一 已经比八年前 头这边参加选举 看起来有点赞 那当初的一是为了继续 王室的理想 先生田志轩生病过世 他一位花联市长的任期 还有两年多 都已经有一些意识 不是很清楚的讲的 还是公文 对 还说这个公文哪来 就还是挂念着 这个工作的事情 所以我自己的认为 就是他还没有放下工作 所以应该要把他的这个任期 把他圆满 把他结束 每天记者出身的中美国 第一篇参加选举 是参加选王室的过世 流下来的花联市长 参加的过程很辛苦 要你们的王室离开的最痛 也就要面对参加选民 对他的成分 但是这都没有让他放弃 虽然结果走就知道 但是也从此开始 他的政治路 我用服务地方 服务乡亲 那为民服务这件事情 来纪念田志轩 要纪念田志轩 要让乡亲能够感受到 田志轩似乎还在 那当然要遵循跟依从 他所服务的一个精神 跟态度 跟理念 是继续也是怀念 中美会后来正式参选 理工一百 管理员 也在2020年 成功联任 又在今年选立委 竞参中部当中的结项目 又跟尊副总统 萧美琴 有很大的感染 这只黑猫是当年 我在花莲设立服务处的时候 田志轩老市长 亲自带来送我的礼物 那这只黑猫 一直守护着美琴 在花莲的工作 现在交给美会 除了先吃饱后的黑鸟 中美会也把 公子的公子放在怀念 也拿起自己 走正地路的图中 就要把公子的 服务花莲的精神 一直团生下去 民視新闻 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